第281章三集 我日记呢 我纳膜大 纳膜红的硬皮书呢 索尔觉得自己瞬间就冒出了一身冷汗 带着苏麻的僵硬感 由脚底板直冲后脑勺 冷静 索尔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脏和急促的呼吸都平缓下来 他闭上眼睛 努力去感受日记的存在 这并不困难 甚至在索尔冷静下来的一瞬间 就在自己的体内看见了日记 红色的硬皮书静静地漂浮在他的精神体内 在索尔注视他的一瞬间 懒洋洋地翻了个面 我这是 已经将日记变成了我的定位仪吗 其实 在索尔于自己精神体内看见日记的一瞬间就明白的事情 只不过因激动而有些不确信 一级学徒在魔力和精神力达标后 通过构建一个完整的一级巫术 就能晋升二级 而二级学徒却需要选择定位仪 并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认可定位仪 并且魔力达标后 才能进阶三级学徒 索尔基次吸收大量灵体 魔力只早就达标了 而他魔力天赋 也在一次次物体改造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提升 更不用说他 那已经可以媲美正式巫师的精神力 现在 他已经稳定了自己的定位仪 可以研究更高深的二级巫术了 等他成功固化第一个二级巫术 也就意味着他正式成为三级巫师学徒 越是高阶的巫术 其包含的知识越有可能对人造成影响 甚至愚染 只有选择并稳定了定位仪 才能接触更高阶的知识 不然 等待冒失者的 只有毁灭 在日记从索尔的左肩搬到他精神体内后 给他带来了强大的安稳感 当索尔冥想 施法或者调动精神力时 他都能感到魔力和精神力的震荡都在大幅度减小 这样一来 施展一阶巫术造成的精神力震荡就变得极小 而零阶巫术则 根本无法影响到我的精神力 就算我还没有学会二阶巫术 也以金比诀大部分二级学徒强大 而学会了二阶巫术后 攻击力和防御力都会再上一个台阶 在我认识的所有三级学徒中也能晋级前列 而且 若是发起灵魂方面的攻击 正是巫师也大意之下 也会被击败 他闭了闭眼睛 平复一下心情 接下来 索尔将自己熟练的几个巫术挨个施展了一遍 确认自己的精神力波动 似乎比普通三级学徒还要小一些 在我所能看见的过剧中 日记的威能比现在要强大许多 现在的他 似乎封印了很多能力 不过没关系 这样一点点解封才是最适合我的 不然 日记对我来说 才是最危险的存在 那个死亡的世界 也许代表 折日记的最强战力 但这样的力量 就算拥有了 也很难掌控 索尔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并不羡慕 那可以毁灭世界的力量 只想踏实走好脚下的路 休息几分钟 放空大脑 索尔站起身 重新施展法师之手 将一旁的老疯子重新拖起来 同时 他从一兜里拿出了笔和纸 准备利用返程的时间 继续研究巫术 和基斯梅特的谈话 不但让他更加了解日记 同时变强的想法也更加强烈 基斯梅特随称他做 主人 但下手时是一点也不心软 按照他的话来讲 为了加强索尔和日记的联系 他不介意 亲自将索尔推向危难 索尔就算有日记 可以预知死亡危机 但真正能解决和避免危机的 只有自身的实力 天空已经彻底放晴 血色的夜晚终于过去 索尔在回程中 并没有在遇险基拉 女战神显然对大家更感兴趣 不知道有没有追上基斯梅特 但在回到莫藩镇外时 索尔却遇上了克马公国的人 他们已经将小镇整个围起来 但并没有人进入小镇 甚至一个个都站在距离小镇百米之外的地方 一些士兵手里举住特制的弓箭 弓箭的顶端正在燃烧 燃烧的箭矢离显 准确落入莫藩镇 带起一大盆火焰 这里面也有巫术的力量 几个巫师打扮的人拿着水晶球 星盘等巫术道具在那里吵来吵去 似乎在确认着什么 在巫师们身后不远处 停着一辆马车 头顶着小蘑菇的车夫可怜巴巴地蹲在地上 怀里还抱住个陶罐 第一个注意到索尔的正是其中一个巫师 他看现缓步靠近的索尔 目录戒备 可是他还没说什么 蹲在地上的车夫就一下子跳了起来 大人 车夫脸开嘴笑 露出相当整齐的牙齿 听见车夫的称呼 那些争论的巫师立刻变了表情 一个个脸上挤满了笑容 对索尔的归来表示最诚心的欢迎 索尔无心和克马公国的巫师们寒暄 对方看样子大多知是二级学徒 仅有个领头的人有三级学徒的实力 他对着那些人点点头 便静止走向车夫 车夫一脸激动地看着索尔 大人 您果然没事 他们说进入小镇的人都死了 可是我不相信您也会出事 车夫头上的小蘑菇在晃 他手中桃冠里的蘑菇也在以相同的频率晃扬 你一直等在外面吗 索尔笑住问 是的 大人 后来这里又来了其他人 我就躲在树林里 假装自己是一朵蘑菇 他们就真的没有理会我 索尔好笑 心道 那可能是比利和安吉拉过来的时候 注意力都在小镇上 所以才没有发现躲在树林里的车夫 当然 也有可能是他们发现了车夫 但并不打算理会他 你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一个男巫师离开小镇 索尔想知道 比利有没有活着离开 车夫摇摇头 我躲得远 没敢细看 不过后来的却有一个巫师大人从树林这边离开 是不是从小镇出来的 我就不知道了 再然后 克马公国的人就来了 他们找到了我 还送过来一个女仆 克马公国的人 送给你一个女仆 索尔微微皱眉 什么女仆 就在车上 就像听见车夫的话 他身后马车的大门突然就打开了 索尔侧头看过去 便见一个穿着黑白女仆装的人偶 正端坐在马车里 笑盈盈地冲他抛了个眉眼 你不是莱特的女仆人偶吗 车里没有其他人 索尔立刻向四周张望 寻找莱特的身影 不用看了 莱特已经进入小镇 大概是死了 这个声音 优拉夫人 索尔猛地回头 脖子都快被他扭断了 人偶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 我不是优拉 我是维尼 别叫我优拉 人偶转过脸 不再看索尔 马车门也是猛地合拢 索尔一脸茫然地看着车夫 发现车夫回以他相同的表情 克马公国的几位巫师 一直偷偷地观察着索尔这边的动静 看到不明所以的索尔 其中一人有些尴尬地走了过来 您好 我是克马公国的宫廷巫师 三级巫师学徒不理 刚刚我们大公队马车里的夫人有些失联 还希望您不要介意 索尔这才恍然 虽然塔主一直叫他优拉 但对方自己却给自己起名叫维尼 和优拉毫不相干的一个名字 现在想来 认可优拉这个身份的人 说不定只有戈尔萨 那摩优拉到底是谁 又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呢 恐怕就只有乌师塔的主人知道了 第282章 谎言 克马公国的乌师 隐隐对索尔很客气 不知道是碍于他身后乌师塔势力 还是其他原因 因为优拉发脾气 把自己 关在单人马车里 他们便邀请索尔 暂时进入他们的车架内休息 但索尔现在离三级学 徒之差林门一脚 完全没有心思应酬别人 谢谢 不过不用了 您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结果布里却有些迟疑 就在这时 天空中传来一声鸟鸣 几乎所有人 都抬起了下巴 看向天空 摸多久 一只巨大的深棕色鹰类巨鸟 从天而降 依旧在距离地面 十米左右的地方 悬停片刻 鸟背上的人没有下来 而是探出 头对地上的索尔说 那个家伙又跑了 你知道 他会去什么地方吗 索尔摇摇头 鸡拉撇嘴 基斯梅特这个杀星 跑到西部大陆做什么 真像是闻着血腥味的秃鹫 令人烦躁 原来你知道他的名字 索尔心中吐槽 那你还叫人银毛 基斯梅特 估计都要被你气疯了 他又问索尔 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我从小镇逃出来后 碰 马车门再度被人推开 狠狠地打在车架上 这是我们乌尸塔的事情 不用你个外人管 尤拉夫人 还待在那个人呕躯体里 尽管只能眨眼 动嘴 面部表情僵硬 但他周身的寒气 依旧能让四周的人 清楚地感受到 他的愤怒 在场之有基拉杆和他对枪 克纳斯联姻的什么 十几公主 进入了这个小镇 现在 也是尸骨无存 我自然要找索尔温的清楚 就算是戈尔萨在这里 也不会说什么 再敢乱跳 我劈了你的壳子 这下优拉 被气得周身的关节 都在发出可怕的 枝嘎 生 可是 他还真的没有在说话 二阶正是巫师的威能 可不是说着玩的 索尔连忙将自己 进入小镇后的遭遇 简能说的说了一遍 一旁 克马公国的宫廷乌师们 听了 也是一个个寒气直冒 乌师塔这次 竟然在里面损失了一个 二级学徒 和两个三级学徒 幸亏他们 一直等到 基拉大公过来 才来小镇接人 若是有心急的 昨晚便赶过来 怕也要成为这血色小镇的一部分了 但是听到最后 他们又对索尔讲得不太清楚的地方 产生了质疑 索尔阁下 既然那个叫潘妮的小女孩 骗了其他人送死 为什么会愿意将您送出来呢 宫廷乌师不理开口问道 他的表情依旧是恭敬的 可是语气里的怀疑也十分明显 索尔并不生气 他知道 正常人都会感到怀疑 一来 我已经看出 那所谓的逃生通道 其实是陷阱 他骗不了我 二来 我和他达成了协议 换取自由 另一个宫廷乌师皱着眉 明显不幸 神色不善 刚要开口说话 又被基拉打断 行了吧 他可是戈尔萨亲自教导的学徒 你们问那魔多有什么用 戈尔萨的名字一出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这人可是西部大陆顶级的二阶乌师 最关键的 是他还特别不讲道理 别说隐瞒事实了 就算整个小镇都是索尔图的 谁又敢说什么 你需要关心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对方的公主是在索尔之后进去的 无论他们是被骗进去 还是自己送上门 差别都不大 反正现在肯定已经死光了 让柯纳斯公国的人滚回去告诉他们的打工 若是想拖延时间就不要送公主来了 送点真金白银 若是他们想找人出气 就让他们去找基斯梅特 一个到处流窜的二级正是巫师 基拉又看了索尔一眼 显然也知道 他是有所隐瞒 但无论索尔是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 或者是为了隐藏他的收获而说谎 对基拉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同 上次戈尔萨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他很看重索尔 基拉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敌国的公主为难索尔 我回去了 你们把这里收拾干净 别让鱼染扩散 基拉说完 轻轻拍了拍鸟呗 巨鸟又是一声长鸣 震翅飞离了莫帆阵 剩下的人看着索尔 眼中都有些畏惧 他们畏惧的不是索尔 而是他身后的戈尔萨 第一个出生的布里乌尸 现在站在索尔对面 难受得像是有无数虫子在身上爬 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也先走了 索尔依旧保持微笑 和克马公国的人道别 对面的气氛一下就轻松许多 在场的人恨不得拍手欢送 布里乌尸为了缓解关系 主动提出要送一辆更豪华的马车给索尔代步 不过索尔拒绝了 索尔走回马车旁 看着依旧满脸写着不高兴的优拉夫人 生气的女人不好惹 她收起浑身的气势 恭敬地问 喂你 我们现在回去吗 小镇里的细节我还想跟你解释一下 索尔的前台词 有些事情不能和别人说 但需要向优拉解释 人偶紧绷的嘴唇突然就放松了许多 她微微侧头 从唇峰里露出两个字 上来 走之前 索尔将老疯子托付给了布里乌尸 想来为了缓和刚刚的紧张关系 布里一定会好好安置老疯子 虽然不一定能治好她的疯病 但后半辈子 衣食无忧是肯定的 索尔在地位上虽然比布里高 但在世俗事物的处理上 肯定是不如对方的 她还特意嘱咐了布里 不要给老疯子弄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让他尽量平静地生活 就好 布里乌尸从索尔的法师之手中 接下满身狼狈的老疯子 承诺一定会将索尔交代的事情办妥 在索尔转身离开时 突然听见老疯子喃喃一声低语 蝴蝶 飞走了 索尔脚步顿了一下 脑海里潘尼的英容一闪而过 她闭了闭眼 再次迈不识 脸上已恢复了平静 随后马车启动 却不是返回乌尸塔 他们要先去黑宝 处理摩奇摩奇的遗产 索尔在车上又向优拉载戏说了 摩奇摩奇和安吉拉的死 并且着重强调了 比利可能很难逃离小镇 夫人 您在城外有没有看到比利逃出来 看到了 优拉直接承认 就是因为比利出来时 我和莱特正好在城门附近 莱特才被比利拖进摩帆阵的 原来莱特是被比利拖死的 克马公国的人已经检查过 小镇内没有幸存者 现在小镇里的血肉余染 虽然被限制在城墙之内 但若不谨慎处理 很快就会过散开来 到时候就会掀起一场巨大的血色恐慌 三级巫师学徒都逃不出来的诅咒 灭掉一个大型城镇也不足为奇 所以在索尔他们离开时 克马公国的人还在忙碌 那比利逃出来了吗 跑了 他拉着莱特做替死鬼后 也不敢陷我 自己逃了 优拉柏弄着人偶女仆裙的荷叶裙摆 满不在乎地说 其实我无所谓 反正需要莱特的事情都已经办完了 索尔低垂眼眸 拉人做替死鬼 自己逃跑这种事情 他也遇到过 若不是他一直保持警惕 事先准备了反杀的手段 今天能不能坐在马车里 还不知道呢 巫师界基本都是这样 要么追求知识 要么追求利益 追求知识的人可以为了知识去死 追求利益的人可以为了利益让别人去死 第283章 标记 索尔替莱特末挨了三秒钟 随后问 夫人怎么会待在莱特然耳的身体里 不是你告诉我 莱特可能被陆地行舟的人控制了吗 我便出来和莱特找陆地行舟的人接头 顺便没收了他们明里暗里准备的好东西 他们敢把手伸进巫师塔 就别怪我把胳膊也一块儿剁下来 莱特大概自己也没有想到 原本是一场无见到反杀的爽闻情节 自己却在结尾时死于意外 果然 就算对三级学徒来说 这个世界也是无比危险的 你还没有跟我说 那个潘尼卫生魔会放你出来 因为 他是梦眼蝶 我手里有一枚他的剪 梦眼蝶 尤拉脸上露出些许茫然 他竟然不知道梦眼蝶 这不应该啊 作为研究暗属性的灵体 照理说他应该听说过梦眼蝶 毕竟他现在的主攻项目就是复活这一语意识灵体高度相关的 学识领域 我也不是很清楚梦眼蝶的具体含义属性 但是 我知道他能够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和对世界的认知 这方面 海武德肯定有所了解 所以 索尔也不能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哦 优拉果然产生了兴趣 这东西你卖不卖 索尔很淡定 轻轻地摇头 不是我不卖 而是我现在 已经卖不了了 优拉猝起眉头 是你离开那个小镇的条件吗 上道 你们达成了什么协议 索尔之是沉默地看着优拉 优拉看起来有些烦躁 他向后依靠 如果你签订了什么不利条约 大不了 回去告诉戈尔萨 他总是有些稀奇古怪的办法 他抱着双臂 在那里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突然抬眼又问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个小镇 我原本是要去墨北城的 路过这里 想起我的 朋友 结果便发现他们 就是 你带回来的那个疯子 索尔沉默片刻 却是摇头说 不 他是我朋友的邻居 马车在一片安静中前行 因为没有那么赶时间 都已经过了中午 一行人才赶到墨北城附近的黑宝 然而 当索尔来到黑宝时 却发现 眼前细长形态的城堡 一夜之间 庞扶力经风霜 连墙皮 都脱落了许多 这是 索尔站在黑宝大门外 原本长 在门上的眼睛 也不知所终 黑宝里 有一株藤腕 那是摩奇摩奇养的 也寄存了他的精神力 现在摩奇摩奇死了 他也活不下去 优拉直接上前推开了黑宝的大门 顺着狭长的门廊走了进去 就连幅立堂皇的大厅也变得黑漆漆一片 似乎也跟着他曾经的主人一同死去了 优拉对这里更熟悉 他带着索尔一路下行 走到一个地下酒窖 说是酒窖 里面却没有一点酒味 闻起来更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 优拉和索尔已一直走到酒窖尽头 又推开一扇密道 这次的入口就没有整齐的时间 而是完全的泥土路 优拉一脚下去 微微潮湿的泥土就显现没过他的斜面 他似乎想皱眉 可惜人偶的面部做不出那么多表情 索尔跟在后面 仔细观察着四周 这里是他两次过来都不曾踏足的地方 呼吸时 庞扶都能感受到空气中有细小的水珠 顺着鼻腔进入肺部 潮湿 沉闷 这条通道也是黑宝这种狭长的风格 索尔和优拉走在里面 就像两只钻洞的地鼠 下行了几十米 地洞里终于出现了泥土之外的东西 隧道的边边角角里 多了一些星星点点的白色蘑菇 看起来有些眼熟 之后 下行的通道开始变得平缓 一个巨大的黑影挡在了两人面前 那是藤蔓的根系 更大更粗的根须 依旧默在深深的土壤中 黑宝现在需要一个临时主人 不然上面的城堡 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崩塌 尤拉指尖在发光 照亮了这个黑暗的地洞 你现在 就将精神力注入进去 成为黑宝的临时主人吧 我妈 当然 我马上就要回去 只有你能暂时留在这里 尤拉侧身 后背几乎贴在泥土上 给索尔让开空间 索尔走上前 单手辅在那巨大粗壮的根系上 下一刻 她彭扶听见 有人在说话 摩奇摩奇死了吗 是的 她是陪伴我时间最长的一位主人 那么你 又能活多久呢 总换主人 我也不舒服的 你告诉她 少则十天 最多半个月 塔里就会派人来接手 不然你等得起 第二库房也等不起 尤拉双手抱胸 面无表情 索尔略一汉手 转头告诉藤万 我只是临时接管一下 最多十五天 就会有人来换我 真是烦躁 我不喜欢临时主人 好吧 谁让我自己 坚持不了十五天呢 臭轰轰的小子 把你的精神力传递进来吧 希望你能尽快适应这种新体验 不要吐在我身上 索尔扬眉 看来 成为黑宝临时主人 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精神体内的日记 没有任何变化 索尔眯起眼睛 将自己的精神力顺 着手只传递入那直径 已经超过三米的巨大根系 瞬间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 钻进索尔的脑海 在这一瞬间 索尔庞弗和藤曼共享了五感 它能感受到脚下根系 在通过细小的毛孔 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和营养 还有藤曼在泥土中蜿蜒生长 又在某个角落 破开泥土 享受着阳光和空气 但更多的是一种极其狭窄的束缚感 它在生长 但也被什么紧紧束缚着 只能按照既定的路线延伸 多一寸都不可短 索尔慢慢皱紧眉头 这种感觉很难受 好像被绷带裹满全身 手脚都紧紧贴在一起 当你想扭动的时候 又发现绷带外海有一层铁关 让你无法移动一分一吼 这重束缚比窒息更压抑 更绝望 索尔甚至想要大吼来排解心中的气闷 可是却发现自己连双唇都无法裂开缝隙 还没好吗 身旁传来了优拉疑惑的问询 索尔瞬间睁开双眼 周身的细胞终于得到了解放 那重紧绷的束缚感也退去 可那重恐怖的束缚感依旧令人后怕 即使之事回忆 都让索尔微微站立 你怎么了 你精神力天赋很好 应该不会很困难才对 索尔将手放下 他已经能隐隐感受到 头顶城堡周边发生的事情 有没有人靠近 有没有人在城堡里走动 他都能感受到 已经标记好了 索尔回应优拉 后者这才放下心 你占了那么久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意外 标记的过程不是很舒服 当然 不过 你精神力很强 已经比别人好受很多了 是 妈 还没有完全缓过来的索尔 无法想象 更难受还 能难受到什么样子 总之经历了刚刚的通感后 短时间内 他是不太想再来一次了 第284章 反客为主 随着索尔精神标记 藤蔓成功 周围的一切 都在缓慢地焕发生机 藤蔓老老实实地 伸展柱根经济序 深入土壤 地下通道里的潮气 也开始缓缓减少 索尔的右脚下 甚至还冒出了一朵 白色的小蘑菇 看起来这长者藤蔓 还是挺认可你的 我能感到 黑宝在快速恢复 优拉台投望向上方 好了 我们离开这里吧 这里太潮了 我觉得 这具身体的关节 都要长毛了 索尔还在观察住 四周的变化 文言缓缓抬步 跟上优拉 这注重在黑宝下面的藤蔓 真的很神奇 当索尔开始远离根系时 他能感到 土壤里的根筋 突然生长出一根 十分活跃的根筋 跟随着自己的脚步前进 每当他的脚掌落地 便如同隔着一层浅浅的土壤 和下面的根筋接触一次 索尔觉得十分有趣 他抬起右手 伸向一边的墙壁 随即便立刻感觉 那道根系 分裂成两条 其中一条 快速又雀跃地向上延伸 在索尔手掌 接触侧面土壤时 突然冒出一个小尖 和他轻轻 积了个掌 火 索尔觉得有趣 立刻抬起左手 伸向另一边的墙壁 地下的根筋 再次分裂 以更快的速度 生长到索尔 左手接触的土壤内侧 手掌与根系 再次接壤 哼 索尔终于是 忍不住笑出声 走在前面的优拉 疑惑地回头 人偶的头颅 直接转到背后 你在干什么 啊 索尔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的举动 有些幼稚 尤其是在外人看来 更是在傻乐 嗨嗨 他有些尴尬地 收回两只手 暗中搓掉指尖上 蹭到的泥土 我就是在感受 藤蔓的变化 绝对不是在 遛那个根系完 优拉狐疑地 看着索尔 过了几秒 才转过头去 他的景观劫发 出类似木头的摩擦声 似乎真的是长矛了 两人一路离开 地下土洞 走出酒窖 关上暗门 这个时候 索尔才与地下的 那个根系 失去了联系 然而 在索尔和优拉狸开后 原本在地下 安安静静生长的根筋 突然艰难 又微弱地抖了一下 他 到底是谁 为石魔 只是一个精神力连接 便能 便能复到我整个身去 微弱的声音 再也不负刚刚 和索尔说话时的不耐 里面带着细微的战力 正如同他外在 所表现的那样 轻轻颤抖 还有 你又是谁 那个男孩把什么东西 留在我体内了 没有人回应 装住优拉灵体的 这具人偶身体 真的出问题了 而且 不知是简单的长毛 优拉整个人的行动 都在便吃缓 我现在就回去 你的车夫 我征用了 优拉家快脚步 但是他的髋关节 也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 喂你 你没事吧 需要我做什么吗 默示 知识这个人偶的身体里 有些出乎我意料的东西 我要赶紧回去清理一下 你不用送了 优拉说完 一把推开黑宝大门 风一样地冲出去 大门外 车夫还等在原地 不过是蹲在地上 看着路边的野草 突然他便感到 又一阵风呼地 刮进了车厢里 随即便是一声像 裹着弹一样的声音 回他 车夫促然一惊 连忙站起来 却发现索尔 还站在门口 没有上车 他的表情 看起来有些茫然无措 索尔对住车夫点点头 示意他快些出发 车夫这才忙不迭地爬上车 对住索尔略一切身 驾着马车 快速驶离了黑宝林 现在 整个黑宝之 剩下索尔自己了 他回转 便看现黑宝 狭长的大门上 那个原本长着眼睛的地方 突然伸出 一根黑色的触手 这触手怎么看 怎么熟悉 小枣 索尔立刻抬手 摸了摸自己的后颈 一根细小的黑色触手 立刻从里面伸出来 纠缠住索尔的食指 又立刻松开缩回去 小枣什么时候 跑到里面去了 等等 刚刚在土壤里 和我玩机长的 不会就是他吧 想到这里 索尔联盟回到刚刚的地下 当他重新从酒窖的暗门进入 立刻就感到四周的环境 和刚刚的不同了 这里的空气依旧潮湿 但不像一开始 那样憋闷 而地面变得更加松软 踩上去 略有泥泞感 当索尔走到原本那株 粗壮的根筋前 愕然发现 短短几分钟 他竟然 瘦 了一圈 小枣 索尔对着他喊了一声 不 我不是 但如果你 您指的是 在我身体里扎根的 那个黑色触手 我想他正在回应你 低沉的话音刚落 索尔四周的土壤下 顿时声长 出树根黑色触手 他彭扶回到了 巫师塔下的 那个地下废弃实验室 那个表面 漂浮着尸体 并能伸展出 和暴粗戏触手的 封闭地下室 索尔低头抬起脚 又剁了一下 粘稠感更加明显了 踩下去石脚底 也会微微下陷 真的越来越 像一个找势了 小枣为什么会转移到你体内 这个 难道不是您做的吗 就在刚刚 您和我建立精神连接时 呼呼 等等 这个大家伙 是在哭吗 您强大的精神力 突破了精神连接的范围 接管了我整个身躯 在树林中和城堡内巡 是一圈后 又退了回去 但是您留下了 小枣 现在 他在拼命地吸收 我的养分 索尔愕然 所以 他刚刚那种痛苦的 禁锢感绝病 不是精神连接造成的 而是因为 他用精神力 将对方从头到脚 摸索了个透彻 临走前还 留下个不速之客 抢房 夺食 您能不能控制他一下 再这样下去 我的末梢就会枯萎 整个黑宝都会垮塌 小枣 沉默片刻 索尔呼唤小枣 黑色的细长触手 从他的颈后伸出来 对着索尔 咧开鲨鱼装的嘴巴 咔咔咔 递磕了磕牙齿 你悠着点 不要吃太多 我们至少还要在这里住十多天呢 小枣立刻欢快地点点头 随后又缩了回去 索尔又对住藤曼的根筋说 现在可以了吗 最后 对我刚刚见面时的无礼 向您道歉 没关系 索尔将藤曼留在原地 似乎是因为换了主人 黑宝里面的气氛 也有些不一样 那些细高细高的建筑 逐渐变得不再那么畸形 更符合索尔的审美一些 他没有去找摩奇摩奇的房间 而是随便进了一间客房 在一张细长犹如棺材的床铺上坐下 坐马车赶过来 一回一来 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 那摩这段时间 这里就知 有我一个人了 索尔想起 自己从莫藩镇里 好不容易拿出来的那袋摩生果 其实不用回他 我完全可以 在这重建一个意识平台法镇 现在 这里已经是我的地盘 第285章 效率 两天后 索尔正用了摩奇摩奇留下的实验道具 以及一部分魔精 终于在黑宝的实验室内 完成了一时平台法镇的构建 接下来 索尔走到房间对面的另一台实验桌前 伏下身 让自己的视线和桌面的 一个蒸馏容器平行 容器另一端的一个球形烧平 正在巫术火焰的灼烧下 不停地冒着小泡泡 另一端 则是一个锥形烧杯 里面已荆棘攒了薄薄的 一层深灰色溶液 剂量已经足够 不过提传手段比较原始 未必能提升多少稳定情绪的药剂效果 但是手里的果子不多 用太激进的方法 也会担心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提炼魔生果溶液的实验 和物体改造实验不同 就算实验失败 也不会带来生命危险 日记不会给索尔帮助 就算索尔威胁日记 如果自己实验失败 就去上吊也没有用 日记可是知道它不会的 而小藻在这个实验上 也帮不上忙 它明明是图属性魔性生物 却偏偏对灵体更敏感 所以思来想去 索尔还是选择的 更保守的实验方案 但为了尽可能的提升纯度 它不得不延长了实验时间 确保实验的每一步的精确性 而在这两天的等待时间 它也莫闲注 摩奇摩奇的书房里还 有一些巫术学习的笔记 那些贵重的 虽然被它用巫术锁了起来 但是因为 它是黑宝原来的主人 书房不会对外人开放 所以摩奇摩奇 将那些可以在塔内借阅的书 随意地放在了书架上 同时 因为摩奇摩奇 也主修暗属性 所以 它的书架上 正好有索尔现在 需要的二阶巫术 一共两本 索尔在短暂地纠结后 立刻选择了其中一本学习 二阶巫术 灵虐之处 正好是索尔已经掌握的 一阶巫术洞寒之处的晋升版 索尔又选择了一个触手型巫术病 不是因为他多么喜欢触手 主要还是因为 他身上有一个小枣 触手型巫术 搭配小枣 很容易起到 出其不意的攻击效果 就像在拉尔夫庄园 对付伪装的基斯梅特时那样 于是 索尔便一边学习灵虐之处 一边搭建一时平台法阵 一边等待陌生果的提纯容业凝聚 现在 三样总算是准备好了两样 索尔撤掉魔精 停下火焰 截断两个烧杯之间的连接管 最后才将锥形烧杯里的溶液 小心地到进室馆里 深灰色的溶液 在进入室馆之后 就开始往黑色发展 显然是纯度太高的魔生果提取液 在接触空气后 开始了不可避免的氧化反应 索尔快走几步 带着室馆进入法阵 他深吸一口气 站在法阵中心 依旧服用了一记心之守护后 才将是馆里的魔生果萃取液吞下 在萃取液入口的一瞬间 索尔感觉自己 磅复吞了一个冰块 那冰块 还在不停地吸收着热量 以至于索尔的食管到肠胃 全都被冰冻起来 寒意渗透进食倒闭 肌肉 脂肪 血液 最后被血液裹挟着疏 送到大脑 原本紧张忐忑的情绪 瞬间全部消融 整个人磅复变成了一个木 还好索尔的记忆病没有丢失 经过萃取的陌生果汁液效果 是原来的两倍 索尔反而没有着急开启法阵 他闭上眼睛 回响了几个人的名字 无论是朋友 还是敌人 都不能让他产生情绪上的波动 片刻后 他睁开双眼 调转魔力 精神力 房间内的一切瞬间定格 烟雾和灰尘不再飘动 墙壁中稀稀锁锁的声音 也全部安静 下一秒 世界如镜面破碎 露出后面的诡异星空 脚下是灰色岩石状的圆台 上面铭刻着索尔清 自绘制的法阵 四周是一片静谧的黑暗 闪烁着无数星星 看似和上次进入意识平台 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当索尔抬起右手 一本深红色的硬皮书 就立刻出现在他掌心 日记须 扶在手上五厘米处 顺着索尔的心意翻开 第一页 仍是金色书页 不过没有任何反应 不出所料 三级学徒也不能动用金色书页 在我曾经见过的日记历史中 并没有出现金色书页 不过 根据画面分析 日记应该是有着带给众生死亡的能力 那金色书页 那金色书页应该是类似的能力 现在情绪被溢止 索尔并没有失望的感觉 他平静地让日记翻到白色书页的前半部分 并将自己曾经看过的属于过去的字迹和书页上那些他不认识的字迹做比对 索尔不知道日记上的文字能够保持多久 但当他看完了几十页不同字迹的白色书页 却没有找到记忆中那相似的文字 第一种可能 太过久远的文字会被覆盖 这样的话日记的运行原理就如同监控视频 就是凭会被新的视频覆盖 第二种可能 依旧守得层次不够 日记不会显现荡时的文字 索尔一就没有失望的情绪 接着让日记翻到了黑色书页部分 每翻开一张黑色书页 索尔手指便轻轻一弹 直接将黑色书页弹飞出去 三张书页以此落在石台上 变成了阿古 摩顿还有赫尔曼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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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之中 赫尔曼叫得最大声 也最坚定 自从上次索尔邦濒临崩溃的赫尔曼 补充了灵魂能量后 这个家伙就坚定地站在了索尔身后 即使已经恢复神志 仍没有一丝一毫迟疑 倒是将慢了半拍的阿古和摩顿 趁得不那么积极了 赫尔曼已经完全控制 摩顿七成 阿古刚过半数 索尔心中计算住 面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 他让三人稍待 看向第四张黑色书页 上次这张黑色书页还是残缺的 但在莫帆镇 吸收了安吉拉左手前藏的怨灵后 就变得完整 不知道这张完整的书页 现在召唤出的灵体一时 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抬抬下巴 是一三个灵体站在自己身边 随后一抬手 将第四张黑色书页弹飞出去 然而 那黑色的书页落在地上后 确化作了一个索尔完全意想不到的身影 他便成了安吉拉 十四岁的少女 眼神灵动 身条纤细 小熊扑一挺 也是颇具规模 唯一不太协调的是 他有六只胳膊 主人 不知道是不是听见了其他三人的称呼 少女一出场 就跟着叫主人 他两只手脱散 两只手撵着一缕发丝 两只手羞涩地揪着衣角 俨然一副娇俏少女动作全流程 第286章 星魂 你到底是谁 安吉拉 怨灵手 还是原来的半身女 索尔注视住六只手的安吉拉 时刻防止对方抱起攻击 但对面的六只手安吉拉 却是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 面对索尔隐约的诱惑下面 还是带着深层的畏惧 他比其他三个灵体 都要惧怕索尔 回主人 我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融合体 目前 是以断手的意识为主 被面无表情的索尔注视住 安吉拉 得手剑 渐变得僵硬 最后老老实实地围着一圈贴 在躯干两侧 您这里原本存在一位 一时完全混乱的灵体 但他的能量很强大 也很特殊 最神奇的是 那些导致他遇染混乱的源头 现在已经全部消失 当然 这也导致了 他部分意识彻底消失 所以 原本没有他强大的我 现在反而成为了主意识 那你这安吉拉的模样 又是怎么回事 索尔继续问道 对面的女孩 紧张地搓了搓手 我在安吉拉身体里待了很久 本身也受到他一部分意识的影响 而且 我也挺喜欢他的外表的 想着主人也许喜欢 索尔并没有留意 安吉拉刻意地讨好 他在思索对面的六手 安吉拉形成的原因 日记中 现存的四个灵体中 阿古和赫尔曼 是正常人的形态 而摩顿和安吉拉 一个有十几条不同人的腿 一个有六只手 他们都是多个灵魂一时的集合体 似乎是被日记强行给融合到了一起 而日记最强大的地方 还是在融合灵体一时的同时 踢除了里面的余染 如果日记针对活人的灵体呢 那种因为学习 即将崩溃一化的巫师 日记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吗 想了想 索尔又摇头否定了自己刚刚的想法 日记并不是逆转余染 而是生硬地踢除 如果对活人使用这种方法 就算能救下他的性命 恐怕也会令对方的灵魂变得残缺 这种手段不能乱用 索尔将这个思路暂时封存 继续检查六手安吉拉的状态 既然你现在同时混合了三个人的一时 那你也同时拥有三个人的记忆吗 并不是全部拥有 安吉拉探索住脑海里的记忆 这令他感到头疼 最初那个混乱的一时之 剩下少量的记忆 而且藏在这个一时的最深处 当我想要回想时 就会感到 痛苦和愤怒 那个从拉尔夫实验室里 揪出来的残缺一时 到底属于谁呢 这件事已经无法追查 所有和拉尔夫 血迹家族有关的人 已全军覆没 连灵魂都找不到了 你先不用回忆 那个一时深处的记忆 如果他一时的余染源 就来自他的记忆 那你回忆的行为 也会带来危险 好的 六手安吉拉连忙乖巧地点头 放弃深入一时回响的行为 那你作为怨灵时期的记忆呢 还有你活着时候的记忆 还有吗 六手安吉拉的表情 有些难过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 安吉拉本人的影响 他咬着嘴唇 又下意识 做出了楚楚可怜的表情 我在家层里 大部分时间一时都不清醒 只能靠吞噬其他灵体碎片 维持一点理智 再接触到安吉拉后 才缓慢恢复 但我以前的记忆 已经丢失大半 只记得自己 曾经也是乌施塔的学徒 但是就连自己的名字 都不记得了 因为日记的约束 四个灵体一时 都无法对索尔说谎 所以他相信 悦念手的雀眉 有过去的记忆了 但索尔认为 那并不是失忆造成的 对方出现的形态 就是一只手 其他部分 很可能已经被 其他灵体吞噬了 那安吉拉呢 他还参与多少一时 只有一点点 记忆中的影像 大概和他的家人有关 至于乌施塔里的记忆 反而没有那么清晰 不过 他也不需要乌施塔的记忆 无论是卡兹导师的实验室 还是其他地方 愿灵手都比他熟悉多了 你现在刚刚 融合三个人的一时 后续如果发生其他变化 记得及时告诉我 这话索尔也对其他三人嘱咐了一遍 现在不同以往 以前你们无法观测到外界 也无法主动出生 不过从今天开始 我会在合适的时候 开启观测外界的权限 以后 你们若是有什么突发事情 需要告诉我 可以直接在日记上呈现 这个能力 是索尔在这次进入意识平台后 才解锁的 或者说 发现 其实 日记在成为他的定位以后 两者的连接更加稳定 因此 他的所知所感 便能清晰地 传达到日记内部 不用索尔耗费精神力 在脑海中复刻 一实体们 就能接收到外界的信息 同时 精神体中的日记 向他传递信息的速度 也更快 虽然依旧会用文字的形式呈现 但索尔的读取速度更快 那些文字 就像直接印在索尔的意识中 不再拘泥于眼睛和大脑的接受 处理意外的速度 自然也大大提升 索尔和四个灵体之间的交流 也更加迅捷 这样一来 三个 现在是四个了 四个灵体意识 就从原本的百科全书 成功进化为智能语音 多了不少主动性 听到索尔的话 三人心中也是一喜 他们平时待在黑色树叶中 虽然并不难受 更像是在沉睡节省能量 但是那种 眼一闭一睁 外面过去几个月 的感觉也不好受 彭扶被世界抛弃了一样 现在多了观察外界的能力 自然多了很多自由 四个人连忙攻进行李 六手安吉拉虽然还不懂 但是不妨碍他看颜色形式 之后 索尔叫安吉拉靠近 安吉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有些坠坠不安 但他对于索尔的命令 没有半分犹豫 快步走了过来 索尔看着眼前 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少女 心道 这个人既有原本 安吉拉察言观色的习惯 又比他多了果决和勇敢 如果他是曾经的安吉拉 未必会走到今天这步 尽管两人的容貌一模一样 还是要将他和安吉拉区分开 你现在的外表还能变化吗 一旦决定 就不能了 六手安吉拉扑扇了一下大眼睛 您不喜欢这个样貌吗 他的六只手又开始在那里纠结 把原本用可爱脸但营造的 楚楚可怜的氛围全部打破 索尔文言并没有失望 他目前依旧处于 没有什么感情的状态 不能变化也没关系 不过 你要注意理清对自己的认知 如果你把自己当成安吉拉 反而会对你 这个新生的完整灵体 造成不良影响 严重一些 可能会被愚染 或者诱发异化 对面的少女遗症 随即紧张起来 他虽然融合了三个人的意识 但理解并不到位 没有发觉 如果放任这些不合协议时 肆意生长 反而会给自己造成麻烦 我 我知道了 在我重新定位自己的存在前 我不会再探究 过去三个身份的记忆了 六手安吉拉赶紧说 请主人重新为我取一个名字吧 第287章 我要的不是 六手安吉拉请索尔 为他取个新名字 从而作为他的新身份 但目前状态的索尔 对给别人起名字不感兴趣 他直接回绝道 你自己的身份 你自己来定义 少女又开始纠结 不着急 索尔说完 重新查看了 其他三个灵体意识的情况 在他没有和寄人交流的时候 他们灵体意识能量的流逝 是非常缓慢的 现在日记成为定位仪 我和他们交流时的能量损耗 也在降低 这样以后 给他们补充能量的频率 也可以降低 没有喜悦 他平静地分析着目前的状态 随后 索尔让四人在一旁等待 自己则重新翻阅起日记 他已经将日记的所有内容 重新翻阅一遍 对四个灵体的情况 也有所了解 现在意识平台依旧稳定 索尔决定 在这里再次使用 观测历史 的能力查看日记 他要看看 在更接近日记的意识中 他是否能看到不同的历史 接下来 你们不要打扰我 四个意识 体联盲站在远处 恭敬称是 索尔低下头 精神力运转 倒不用作用在眼睛上 毕竟他现在 也只是个意识体 当索尔意识流转时 天空中突然有一颗星星 开始闪烁 那颗星星 和其他的光亮相比 十分暗淡 尤其在快速闪烁后 更加暗淡无光 索尔一直注视 注日记 没有留意到 但其他四个灵体 一时都发现了 星空的变化 尤其是阿古和摩顿 两人不由地对视一眼 他们观察了 那颗星星几秒 又不约而同地 将是线转移到 其他星星上 神情一点点 由平静变化未正重 主人在运用什么能力 但他的能力 竟然多到 可以媲美天上的星星 一时间 两个脑子转太快的人 都陷入了沉默 只有小心收敛星神的安吉拉 和梅纳摩基灵的赫尔曼 还算平静 索尔不知道 阿古和摩顿 因为脑补 重新定位了他的层次 他现在正专注于 自己挖掘的日记新历史 当索尔运转精神力 再次注视 死亡巫师日记时 光暗交替 新的世界出现在他眼前 那是一片安静的夜晚 索尔以一个俯瞰的视角 注视大地 大地之上 不见草木 木之所及 皆是累累白骨 远处是连绵不绝的雪山 但高耸 都不及索尔眼前这一座 可是这一座 却不是雪山 而是狮山 这座狮山 有腐狮和白骨类成 高耸如云 越是靠近山顶 堆积的狮骨越是 新鲜 倒成了下面 白上面红的倒置雪山 在石谷山顶 有一座灰色岩石 制成的巨大石座 那石座古朴威严 背部刻住密密麻麻的符纹 倒成了这座石山上面 最正常的存在 一个模糊的黑影 坐在石座正中 手里拿着的 赫然就是索尔最熟悉的日记 那人一手拿着日记 一手拿着一支黑色的吸水笔 在日记的书页上 快速书写着什么 但是这次 因为视角的不同 索尔看不到书页上的内容 只是随着那个黑影书写的动作 对方脚下的石山越来越高 越来越接近头顶的星空 索尔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的视角和这座大山一起提升 可是那个书写的黑影却 越来越烦躁 能明显看出 他运笔越来越潦草 又过了许久 那个黑影突然停止了书写 他放下笔台头望天 头顶的星空 依旧遥不可及 此路不通 那人滴滴说了一句 这句话是似乎是亡灵雨的变种 索尔勉强听懂了 随后 那人突然一手日记的风皮 一手将里面所有的书液 全部撕下 他随意地将红色的硬翘风 皮丢到石山下面 深红色的风皮 很快顺着尸体一路滚落 融入一片血色中 再也寻找不现 而那些被他撕下的书液 也再次粉碎 化作飞雪散落 覆盖在石山之上 看着血红的石山白骨 被一点点覆盖 最后完全看不出原本的样貌 索尔听见那黑影一声叹息 消失不现 这一段历史落下帷幕 索尔睁开眼睛 再一次回到意识平台 四个灵体意识还 在原地等待 小心地看着他 似乎并没有发现 索尔刚刚荡着众人的面 看了一场小电影 这一段 也是日记的某段历史 他是想向我说明什么吗 那个黑影制造了那魔多的死亡 但显然 这些死亡病 没有给他带来满意的效果 此路不通 死亡莫能做到什么 成什么 一时间 索尔之能想到这种可能 毕竟绝大部分巫师追求知识 根本还是为了追求力量 而神 则是甚多智慧生物 共同创造的生命意识的顶端层次 索尔所在的 这个巫师世界 也有神的概念 但多数之是一些强大存在的自称 或者弱小者的心灵寄托 如果放宽一点对神明的要求 就连梦眼蝶都能在愚昧着前称神 历史上那个人影在制造死亡 基斯梅特也在制造死亡 但索尔并不觉得 那人就是基斯梅特 虽然看不清 石座上黑影人的面目 但他的基斯梅特的气质 完全不同 基斯梅特知不知道 制造死亡并不能成功了 而且 就算制造死亡能够成神 索尔也并不打算 走上这条变强的道路 无他 三观不符 在这个拥有精神力和一实体的世界 如果做的事情和自己的三观不符 可不知是内心不安这模简单的事情 那是真的会导致意化和愚染的 索尔看着手中的日记 在内心问道 你要的是死亡吗 日记没有回答 索尔自问自答 不是 他微微一笑 我要的不是 不管会不会 此路不通 我有我自己的路 我要的不是死亡 索尔刚刚想到这里 悬浮在右手上空的死亡巫师日记 突然开始快速地翻动 翻过金色书液的部分后 那些写满索尔不认十字记的白色书液 竟然开始一片片粉碎 就如同日记里史段落中所呈现的那样 白色的书液碎成粉末 飞向头顶漆黑的星空 最终消失不现 其他人抬头看着那些飞到天空中 消失不见的碎片 一个个露出茫然的神情 只有索尔一脸淡定 虽然他心底也有一丝怅然 他知道 这代表着自己可能永远失去了日记前任主人 原本留给他的 遗产 但他此时没有任何感叹 那不是我的露 他这样告诉自己 身边的四个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看着眼前的索尔 似乎觉得 这个主人发生了一次蜕变 现在定位已已成 三级不过是一个巫术的问题 我已经抛弃了前任的道路 但现在自己的道路还不是特别明确 不过 我现在也不过是个预备三级学徒 还不着急 索尔慢慢地收敛思绪 他感到 观测历史 能力已经变得无比微弱 已经无法再对日记使用 而下一个使用的对象不能太强大 不能太复杂 又要是索尔比较熟悉的对象 索尔扬起眉吗 小枣 行不行 第288章 一时战场 索尔定下了 观测历史 得最后一个适用对象 不过因为小枣无法进入他的一时平台 所以 这一步先不着急操作 索尔收起预计 向着四个还在发呆的一时体走去 随着他的动作 脚下的平台也发生着形态变化 由原本的灰色圆形石台逐渐变化 颜色 材质 形状都和原来不同 脚下便成了浅色带有纹路的大理石瓷砖模样 其中一处地面向上延伸 快速地形成了一个了黑色平板 平板一面非常光滑 清晰地映照出几个一实体的模样 四人看着眼前的平板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索尔知道 这是他具现出的一块屏幕 下一刻 屏幕上面出现了两个字 复活 索尔身上的衣服也发生了光影变化 当变化结束 他身上的衣服由最常见的巫师学徒长袍变成了白大褂 印象中 聪明人都这么穿 他曲起食指在屏幕上敲了敲 接下来研究正式 我目前主攻暗属性巫术 灵魂方向 以至未来的课题肯定和复活有关 四个人听到 复活 两个字 各自心中涌起不同的复杂情绪 他们这些一时灵体 其实就是比较幸运的死人 身为亡灵 怎么可能不向往复活呢 可是 就算是单纯的死亡 也是四阶以上巫师才能接触的领域 而整个西部大陆也没有一个四阶巫师 最顶尖的 也就是一个三阶 而且还是那种 背后没有什么大势力的三阶巫师 也只能在西部大陆 威风威风 面对身后 有强大家族的戈尔萨 也要小心翼翼 索尔给四个人几秒钟时间消化 然后他接着说 当然 这个课题可能终其一生也完成不了 所以 这只是我们的最终课题 其他的学习发展也不能放松 随着索尔的话语 屏幕上的文字变了 灵体攻击 索尔继续说道 灵体攻击是我打算接下来主要研究的方向 毕竟这几乎是我目前最强大的手段 也是我研究最全面的巫术 接下来 灵体攻击后面 出现了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的上半部分出现了两个字 对外 对于这方面的攻击 我现在初步有两个思路 一种就是对外 索尔伸出两只手 在众人面前 他的手足渐变得透明 然后延展变形 游人的手变成了章鱼的触手 对外 就是将我能构深长变化的灵体 化作武器 直接攻击敌人的灵魂 屏幕上又出现 对内 两个字 索尔看着那两个字 停顿了片刻 才接着说 对那两个字 可能有些不太精准 我是打算 把敌人的灵魂拉进来 什么 阿古和摩顿 几乎是同时经呼出声 倒是还没起好名字的 安吉拉和对灵体媒 那摩多研究的赫尔曼 一脸茫然地看着 这种事情 其实我以前也做过 索尔看着摩顿 正式建立了意识平台后 我才击败了 当时已经变成恶灵的摩顿先生 所以 这个意识平台 在对抗整体实力比我强 但精神 灵魂没有我强大的敌人时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对方 直接拉进来揍 摩顿先开口 他对索尔 曾经打败混沌自己的事情 并不介意 主人的想法若能达成 一阶巫师进来后 必定不是主人的对手 若是遇上灵魂力量 稍弱一些的二阶巫师 可能也会败给您 当时的摩顿 虽然也是二阶正式巫师 但他已经死了许多年 变化而成的恶灵 也残缺不堪 已经算不上二阶巫师了 摩顿赞成后 阿古出来劝阻 可是主人 以前从来没有人正模作过 把其他人的灵魂 一时拉入自己的精神体内 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他似乎怕索尔冒尽 继续说道 一个人的一时世界 其实非常脆弱 通常只有抱着 同归于尽想法的 主修灵魂的巫师 才会把人拉入 自己的一时世界 做最后的挣扎 说到这里 阿古突然意识到 索尔的这个一时平台 可不简单 不说头顶上 那莫名诡异的星空 不说脚下 这可以随心所欲变化的时台 更不说主人手中 那可以强行排除愚染 恢复灵体一时的神奇日记 就说索尔那 可以随意变化的一时形态 就是连很多正式巫师 都做不到的事情 想到这里 阿古改口 当然 主人不是普通巫师 您手里的日记 就有强行收取 他人一时的能力 他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不过 为了安全起见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拉入二阶巫师的一时 巫师到了二阶 自我一时都已经非常强大 而且 往往也会事先准备手段 防御敌人 针对灵体的攻击 索尔点点头 阿古说的有道理 阿古和魔盾 都曾经是二阶正式巫师 他们的经验和意见 都很有价值 但索尔也没有气馁 他的一时平台 有日记作为定位仪 十分稳固 而且 日记的极限可觉 不止二阶巫师 但这些 就没有必要和他们详细解释了 我明白 目前利用一时平台 作战的方法 还只是个设想 我们现在连最基本的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 以后遇到的难题 也要一个个来处理 听索尔阵魔说 大家就知道 他已经是下定决心 要将一时平 台变成一时战场了 看着激人紧张的样子 索尔面无表情地说 现在 我们可以 先研究前面的步骤 对外攻击 其他人的灵体一时 我打算将灵魂触手 索尔晃了晃自己的章鱼触手 表示这个就是 他说的灵魂触手 将灵魂触手 和我正在学习的 二阶巫术灵月之处 融合起来 不知道大家有 没有什么经验和意见 说完 索尔的两条章鱼 触手便纠缠在一起 别人双手抱胸 是两手臂交叉一到两次 他是十几次 这次先说话的 依旧是阿古 作为乌尸塔 曾经的图书管理员 他其实是 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经验的 灵魅之处 也是暗属性巫术 不过 主要是通过暗属性 对人的肉体 造成伤害 主人若是想在其中 加入灵魂之处 倒是可以将伤害属性 变成肉体 加灵魂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先要解决 两个巫术的护斥 阿古刚说到这里 脚下突然一阵晃动 他连芒指住话头 愕然地看向索尔 却发现索尔 也是意外地看着四周 是时间到了吗 阿古小心地问 也许是吧 索尔自然是第一个 感到空间不稳的人 他已经在意识平台 待了很长时间了 远远超出上一次 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不过头脑风暴刚刚 进行一半就要被迫终止 倒是有些令人扫兴 阿古 摩顿 赫尔曼 还有安 索尔说到一半停顿 这个尝着安吉拉面孔的心声 融合灵魂意识还 没给自己起名字呢 其他三人被叫到名字后 全都变回黑色书页 回到日记中 唯一剩下的少女 却呆站在原地 突然 他笑了 刚刚我就一直在想 给自己起什么名字 直到主人叫我 我才意识到 其实 无论叫什么名字 我都是我 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他的食指沿着唇线磨缩着 既然主人这魔叫我了 也许就是命运吧 我以后就叫安 他走到索尔面前 微微前倾身体 仰起下巴 嘟着嘴 一双大眼睛 不灵不灵的 谢谢主人赐名 第289章 来者 平均年龄 不知有几百岁的少女 正在向她的主人 施展魅惑天赋 可惜 索尔此时的情绪波动 还没有恢复正常 知定定地看着安 那张可爱的脸庞 冷冷吐出两个字 回去 已经更名为安的六手女孩 缩了缩脖子 瞬间化作一道黑光 钻入日记中 下一秒 园台的摇晃 越发剧烈 黑色的显示瓶碰的一声 倒在地上 却没有碎脸 索尔身上的白大褂 如流水般吞去 重新变成了 黑色的学徒长袍 如章鱼般的触手 收缩紧致 重新化为 人类修长的双手 索尔闭了一下眼睛 再度睁开 已经重新回到了 黑宝的实验室 当她睁眼时 服用魔生果药剂的药效 就开始迅速地退散 各种情绪 开始如打通了全眼一样 咕嘟咕嘟 往外貌 而索尔眼前的世界 依旧在摇晃 她定了定神 才发现自己 正在被小枣摇晃 原来她不是时常耗尽 而是被人强行拔了 电源 怎么了 小枣 索尔没有生气 她知道 小枣已经发现了什么 小枣发现 索尔醒过来后 让开位置 又一根墨绿色的藤腕 从头顶的通风口 攥进来 细长的枝叶 如同人手一样伸开 平摊在索尔面前 索尔伸出手 搭在对方的树叶手掌上 并调动精神力 瞬间 她再次进入了 黑宝藤腕的世界 感受到了对方的感知 有一辆马车 进入黑宝林 而且已经穿过了蘑菇小道 马上就要来到黑宝大门前 有人过来了 索尔松开手 我知道了 魔鬼藤 你保持警惕 如果再有其他人暗中靠近 就立刻通知我 墨绿色的枝鸭 晃了晃表示知晓 魔鬼藤 就是种在黑宝下面的那株巨大的藤腕 它遍布整个黑宝林 如果施展全力 可以监测到整片林地的动静 索尔自从当了黑宝的灵石主人后 就让魔鬼藤运力全开 毕竟和往期资深的三级巫师学徒比起来 他的自保手段还是差了些 既然已经确定是有人前来 而且是乘坐马车 怀揣恶意的可能性不大 现在距离我成为黑宝的灵石主人 不过三天 巫师塔应该还没有收到消息 那魔过来的 可能是距离这里半天路程的墨北城 他们应该已经知道 魔奇魔奇的死亡 这次过来 是打声招呼 还是有专门的事情要做 索尔重新回忆着魔鬼藤 传递给他的感知 车折很重 带着货物过来的 难道是押送物资 索尔走出法阵 小枣勾起他 随意丢在椅背上的豆篷送过来 单手接过豆篷 轻轻一抖 便将自己从头到脚罩起来 随后索尔快步离开实验室 跳下楼梯 随着他的行动 墙壁上瞬间生长出无数黑色的藤腕 没有枝叶的藤腕 如巨蟒般粗壮 在墙壁上滑行时 彼此交错重叠 发出了如肌肤摩擦的声音 他们如同巨大的黑色触手 紧随索尔的脚步 和他一起来到了黑宝大门前 下一刻 索尔伸手开门 正好瞧见了刚刚迈上台阶的布里巫师 索尔微微眯起了眼睛 几天不见 您的气势越发破人了 索尔阁下 布里脸上瞬间展露出开朗的笑容 您好 布里阁下 来黑宝有什么事情吗 布里巫师很是自然地 侧身指了指身后的马车 快到给黑宝送物资的日子了 我想索尔阁下 应该已经成为这里的临时主人 但也许您会有什么需要 我正好可以过来为您排忧 索尔看了一眼马车 车上有魔力波动 但很微弱 也感觉不到有其他人存在 请进吧 我对这里的事物还不太熟悉 但很快就会有其他学徒接替我的工作 到时候可能会需要您那边再派一个人过来 这自然没有问题 布里笑着进来 需要我帮您把货物搬进去吗 索尔侧头看了一眼 到 不用了 我这边不缺劳力 两人走入狭长的走廊 来到了变得稍稍宽敞些的大厅中 这里被摩奇摩奇装修的富丽堂皇 最适合招待这些宫廷巫师学徒 在两人进入城堡的时候 一条条墨绿色的藤蔓从地下探出 伸进马车里 马车上的巫术防护已经撤下 藤蔓没有任何阻碍地进入车厢 卷起一大箱封存完好的货物 从城堡后门运了进去 带魔鬼藤辛辛苦苦苦 当搬运工时 巫师学徒布里 已经坐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 夸赞着索尔的审美 墙壁上这些藤蔓 是您新种植的吗 看上去原本的魔鬼藤 还要气派很多呢 嘴上说着夸赞 实际布里 巫师的内心在抽搐 这些主修案属性巫术的巫师 一个个审美都太奇怪了 什么人会在自家的墙壁上 种满了并不美观的爬墙植物啊 尤其是那些黑色无叶藤蔓 还时不时地抽搐两下 看起来更像是纠缠在一起的黑色巨蟒 看得布里心中纠结无比 脸上却还要挂着得体的微笑 索尔不知道 布里的密集恐惧症 快要被小枣吓出来了 他一边平静地和布里寒暄 一边偷偷将手交握到一起 紧紧地握在一起 强大的力量 令他双手的骨骼 都开始发出呻吟 布里奇怪地停下话头 左右张望 咦 什么声音 索尔两手生疼 依旧面不改色 应该是我养的这些藤蔓 他们比魔鬼藤要活泼一些 索尔说完 墙上的藤蔓 就蠕动得更欢实了 布里嘴角抽了抽 终究是莫能再次违心地夸赞 不用在意 您继续吧 那我就继续说一说 魔藩阵的后续吧 布里努力忽视着墙上的动静 现在于然已经全部清楚 不过那片土地十年内 怕是不能住人了 只是十年的话 还不算漫长 是的 不过十年后 有人住进那个小镇 恐怕也有很大概率 产出畸形后代 不知道乌施塔 对此感不感兴趣 如果乌施塔 已经放弃魔藩阵的话 那公国愿意出 五百份活体实验材料 来买断这个地方 索尔没有解查 这件事 还是等黑宝下一任主人来谈吧 布里一致 发觉索尔对这些不感兴趣 他连忙 好的 带过这个话题 您托我照顾的那个老人 已经在漠北城下的 一个小镇落户了 我买下百亩田地 和二十个仆人照顾他 还叮嘱了当地的贵族势力 您放心 那个老人 今后的人生 绝对不会再有任何烦恼 索尔之事 轻轻点了下头 也没有追问其他 他在一袍下娇握的双手 又开始用力 见索尔 似乎没有继续交谈的心智 布里也知道自己此时可能不太受欢迎 反正正事都交代完毕 他也起身准备离开 那我就不打扰您研究了 希望您在黑宝这短暂的时光 能过得愉快 如果将来到墨北城 可以随时去城主府找我 索尔跟着站起来 对于这样的寒暄 也仅是点点头 接着他送布里 一直到门厅 看着对方登上已经空置的马车 离开了黑宝 钻入阴暗的树林中 在马车消失在他视线的下一秒 眼前的大门 碰 地被一条黑色的触手关上 紧接着 索尔就倒了下去 他捂着心口 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小枣连忙跑出来 不知所措地看着索尔 索尔勉强抬起头 一双眼睛已是通红 他咬牙切齿地说 麻的 魔生果萃取液的副作用好大 我现在情绪波动剧烈 一想到之前那魔多书液 都被我放弃摧毁了 现在就心疼地想哭 第290章 不善 索尔在服用魔生果萃取液后 所有的情绪都被压缩到极限 但当要笑逐渐消退 那些被压制到极限的情绪 就发起了猛烈的反击 当时不曾注意到的细节 依旧不曾产生的心理波动 纷纷对他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 索尔现在一想到 自己放弃了前任使用日记的经验 虽然并不后悔 但多少有点心疼 可是在魔生果的副作用下 这一点心疼 竟然变成了钻心之痛 恨得他只想趴地上 用手锤地板 其他的事件 也产生了很强烈的情绪反馈 但是都没有这一个来的激烈 以至于他刚刚差点就在 布里巫师面前失控 幸好 他终究是坚持到 把人送走 不然丢脸可就丢大发了 魔生果的副作用 这样强烈 不知道尼克学长以前用的时候 有没有受到影响 索尔突然想起 灵形前见到的那个 变得有些人不忍鬼不鬼的尼克学长 多少有些担忧起对方的处境来 也许是因为 索尔精神力强大 这魔生果的副作用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一分钟后 索尔身上的各种情绪反馈 就开始消散 三分钟后 他就已经像没事人一样地爬起来了 还好这里没有其他人 魔生果的副作用 虽然短暂 但是也很麻烦 如果刚刚我的心理防线 突然出现了漏洞 就会演变成一场 更可怕的全面崩溃 看来构建意识平台 维持情绪稳定 还是要想办法寻找更有效的材料 虽然现在 索尔已经将日记 变成了他的定位仪 但不意味着 他就不需要意识平台了 尤其是他刚刚的第二个队内的设想 将人的灵体意识 拉入意识平台作战 危险又疯狂 但索尔比其他人强的地方 是他有日记预知危险 可以帮他筛选敌人 是否可以拉入意识战场 但无论有没有保障 这魔作的前提 都是他的意识战场 必须足够牢固才行 索尔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衣袍 转身准备去查看 布里乌师送进来的物资 虽然他只是这里临时的主人 但也要保证工作的正常交接 墨北城送过来的物资不算多 但对于通常只有一个人居住的黑宝来说 已经足够 箱子里最多的东西就是简易食物 像是风干的肉块和密度极高的面包 显然 黑宝曾经的主人并不注重口腹治愈 不过这也太简陋了吧 一箱一箱的全是面包和肉干 连点蔬菜都没有 难道黑宝以前的主人 都要自己配置营养膏吗 那些食物和生活用品 都整齐地放在一个个小箱子里 而众多小箱子 又落在一个巨大的木箱中 木箱外面刻有无数法阵 是用来保鲜的 木箱上面四个角还镶嵌着魔精 为法阵提供能量 用无数法阵保存食物 相当奢侈 在克马公国 可能也就王族 以及几个大家族敢这么做 索尔精神力探测过去 物像中传来隐隐的魔力波动 不过并没有超过保鲜法阵的 应有魔力波动范围 应该没事磨问题了 索尔拍拍手准备离开 他不可能把所有木箱子 一个个都打开 检查到这里 已经算很全面吸着了 如果放在下层的食物 真的出了什么质量问题 还是让黑宝以后的主人 去找墨北城对质吧 不过这种东西 就算质量出了什么问题 墨北城最多也是 再送来一箱新的食物 索尔身上 还存有自己的带来的食物 所以并不打算动用这个木箱 准备将它完整地 交给下一个主人 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 突然心中一动 又面向木箱 眯起眼睛扫过去 每到一个地方 就要用半沉浸式冥想法 检查四周 已经成了索尔的习惯 所以这次他依旧用这种方法检查木箱 一眼扫过去并没有见到什么异常 不过索尔也没有着急离开 他的眼神继续在木箱的四周移动 异化和余染 有时候会出现在很细微的地方 像魔帆症那样 整体大环境肯定没有办法做到 如此细致的检查 但面对这样的小箱子 索尔不介意 稍稍浪费一分钟时间 然后 就在他蹲下检查箱体底部时 他突然看见从箱子最下面的角落 缓缓挤出了一个灰白色的圆顶 有点像那种圆形的馒头 索尔心吓一跳 目光并没有停顿 而是继续检查其他三面 但索尔的余光 一直留意着 那个灰白色拳头大小的圆顶 在索尔挪动脚步时 那个圆顶 又缓缓地缩进了箱子里 索尔将箱体六面 全部检查一遍 随后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转身离开了库房 刚关上身后的大门 他的脸色便阴沉下来 那箱子里有东西 索尔快步向实验室走去 是布里乌尸放进来的 还是其他人偷换了给乌尸塔的物资 用箱体本身的保鲜法阵 来掩盖隐藏在其中的微弱魔力波动 的确是很好的法子 若不是索尔习惯用自己的 眼睛 检查材料是否干净 恐怕也不会发现物资的异常 索尔本来并没有 对布里乌尸的到访起多少警惕之心 毕竟这个时候 魔藩阵的余染 应该已经处理完毕 布里乌尸说的 来看望和告知他老疯子消息的理由 也很充分 现在想来 药膜是布里乌尸被人利用了 药膜是对方抓住了他 刚刚成为黑宝主人 对物资清点 可能并不上心的特点 无论是谁 都不可能无缘无故送进来这种东西 索尔快步进入实验室 将桌上自己的东西收拾干净 清理掉地上的法阵痕迹 随后 他换出小枣 让他提醒魔鬼藤 两个魔性生物一起加强防御 这到底是 真对我的一次试探 还是对黑宝的无差别攻击 索尔现在 还没有掌握一个二阶巫术 如果真的是布里所代表的克马公国 要暗中对他做什么 他一个人 还真是难以抵抗 以前魔七魔七是怎么接受乌施塔的传讯呢 如果知道方法 我就可以上报乌施塔 参考塔里的处理意见了 没办法 索尔和黑宝的上任主人 并不是正常交接 现在黑宝里的很多房间和道具 他还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尤其是那些被魔七魔 骑上了巫术所的 掌握不好方式 强行打开 不但会损失里面的物品 还有可能反过来 对索尔造成伤害 可惜优拉夫人只来得及 将魔鬼腾的权限交给我就走了 如果他 等等 索尔收拾东西的动作一顿 难道 优拉是故意装作匆忙离开 没有告诉我 和乌施塔的联络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用刀的控制 谢谢 你